今天我們要來示範怎麼樣子安裝Node.js Node.js是一個用JavaScript來開發的 開發伺服器或者是一般程式 或者是網頁程式的一個環境 我們首先在Google.node.js 就會找到Node.js台灣和Node.js的官方網站 原則上我用官方網站的版本 現在我們已經進到Node.js的環境 我們就可以進來下載 我下載的這一版目前是0.12.7 按一下它就會開始下載 事實上我的電腦裡面其實已經裝了Node.js 只不過是比較舊版的 那之前Node.js 由於版本更新的分歧 曾經有人把它分裂出另外一個版本 叫IO.js 不過現在IO.js和舊版的Node.js又合併了 所以這個版本應該已經是合併後的版本了 那我們只要等它下載完畢 這邊還剩一分鐘就下載完畢 那下載完畢之後呢 我們其實都只需要按下一步下一步 就可以安裝完了 所以非常的簡單 那安裝完之後呢 我們這邊會出現 就是你的 喔這是Windows 8.1喔 你的Windows 8.1 如果你也是Windows 8.1 你就是要跑到這裡來 就會出現一個這樣的功能表 那這個是交談室的介面 這個是命令列介面 那其實用命令列介面也可以交談室 只不過Windows版本 它會多出一個特別的交談室介面 那這是它的文件 然後它的網站 我們如果想要把這個 給放到桌面 我們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然後開啟檔案位置 之後分享 傳送到桌面當成接近 這樣就可以了 好現在我的安裝這邊 已經下載完畢了 我們就開始來安裝 那雖然我已經安裝過了 所以我接下來的安裝 應該會多出一個版本 或者是會把舊版蓋掉 我們來試試看 好那現在它要稍微準備一下 那NoteJS大致上 空間不會佔太大 所以呢 應該不會裝很久才對 好OK 現在已經進到下一步了 那我們要按接受 再按下一步 好那它會安裝在這裡 我們就接受預設的 全部都接受預設的 好 那我們要按4才可以允許安裝 好那它現在已經開始安裝了 好那 那 NoteJS 基本上是 最常用來開發JavaScript的伺服端 但是其實我通常用它來寫一般程式 也很方便 那 NoteJS有一個特性就是 它是 Single Thread 也就是單線程的 單子行序的方式 那 但是它由於有 JavaScript的 Callback 就是回呼的模式 所以可以使得它雖然是 單線程的 但是可以達到一個 相當高的效能 那 傳統的 多執行序 就是Multi Thread的方式 在 電腦上面耗的資源 還有對CPU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那Note這種 單線程的方式 用Callback的方式來處理的話 對 那 所以我們現在安裝的 NoteJS應該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好 OK 現在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就 選擇 安裝完畢 那我們現在確定一下 到底NoteJS安裝在哪裡 在Windows8環境不太一樣 跟傳統的 Win7和Win6 WindowsXP不太一樣 那在這邊我們稍微找一下 OK NoteJS應該還是在這裡 那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 我是習慣傳送到桌面當成捷徑 所以我們用開啟新視窗的方式 喔 錯了 不是開啟新視窗嗎 我們用 開啟檔案位置的方式 那這裡會 那這裡會 會 排起那個NoteJS的資料夾 其實它就在 Program StarMenu裡面 Program 喔 這個 其實應該在Program 的 NoteJS裡面 就有 這個是 StarMenu 所以它都是捷徑 那接下來我們把這個呢 可以直接 上傳到桌面 建立捷徑 那這樣子方便 我們之後使用 然後呢 這邊也是建立捷徑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NoteJS的交談環境啟動的情況 它一進來就是一個 NoteJS的環境 那比如說我寫 S等於3 Y等於5 S加Y S加5 S加Y OK OK 那 這樣子 當然有更多更多 複雜的 東西存在喔 譬如說 我們也可以 做一個正列 A A等於1 2 3 1 4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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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了解 怎麼樣子安裝NodeJS 那這個我先關掉 其實它旁邊還有一個NodeJS COMMAND CLOMPT 因為我之前安裝過所以這邊還有一個 我們再把它打開一下 那這裡如果你在命令列裡面你直接打NodeJS 直接打NodeJS 它一樣會進入一個交談室環境 OK 所以你可以選擇 我們按Ctrl C 兩次就會跳出來 這個就是NodeJS的最基本操作 你也可以寫一個 很快速的寫一個程式 這個例子我們就來寫一個程式來執行一下 我們寫一個最簡單的hello 那我幫帶我自己的資料夾 裡面寫一個hello.js 這個就是用來印出自傳或者是數字到螢幕上 那hello.js 就是我們程式領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第一個程式通常會寫這個hello.js 那我們就先移到這個資料夾 那你要移資料夾之前 請記得你要先切換 像我現在是在C槽 那C槽因為我的程式在D槽 所以我要先打D兩點切換到D槽 接下來我打CDCCC 這樣子切換到剛剛那個資料夾 我們如果打DIR 它會列出所有檔案 如果我打DIR型號.js 那就只有剛剛那個檔案 所以這個檔案已經存在了 那我們可以把它拿來執行 就打Node hello.js或者是node.hello 都可以 這樣子它就會去執行這個程式 那大概到這裡 你已經學會了Node.js的最基本的一個執行環境 那之後要寫程式的時候 請你先把這個執行環境先安裝好 然後寫了程式 就打Node你的程式名稱 然後就可以跑了 那我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 這是Node.js的安裝和基本的執行操作過程 有純的療程 第4個月 這個執行環境 不用再寫邪 有純的 血量 就是 這是Node